剛才我們談到綠色商品 那麼要如何經營一個綠色公司呢 請問一下葛董 你經營一家公司 不只是有你自己有理念 你那時候想說 我就是要做綠色的商品 堅持的從一個小東西 開始做到整家公司 都是綠色的 但是要讓他永續經營下去 就一定要獲利 要賺錢 要對股東交代 你有沒有一些秘訣 其實那時候會 也當時會想到很多的想法 但是也會遇到很多的不可能 就是你需要很多的挑戰 那中小七年就是小嘛 中小七年就是怎樣 就是你資金一定不夠 人才一定沒有比人家好 經驗也不足 那怎麼辦呢 你只能用更熱情 然後用把團隊摳在一起 你才有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做什麼 開始做員工家庭拜訪 對 就是說如果我的員工 我一個人做 跟我的組織一起做 那我的組織定義 怎麼定義呢 我就把關係人定義出來 那關係之後 我的組織 我的員工 我的員工家庭 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 那因為他們真的都很拚嘛 那常常都很晚回家 那如果他家裡人支持 他的話 他能更安心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利害關係人 包括供應鏈 我們的上游跟我們的下游 我就一一的說服他們 我就說跟歐萊德合作 有個機會 不是幫歐萊德做什麼而已 而是給你自己企業 本身帶來一個綠色服務的機會 因為你過去時候 給歐萊德的其他客戶 就你的其他客戶裡面 你從來沒有過 有這樣的優勢 如果你跟我一起做的話 你其實會形成這樣的優勢 你可以帶你給你的企業 一些新的機會 對 我們是這樣去說服 那還不錯 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的上游 還有我們的下游 就我們我們的美法院的客戶 美法上游店裡面 就是說 如果你在服務上面 去做得更健康的環保 其實你的消費者會支持你 對 你會帶給你的 那個上游店 一個不同的風貌 而且會被給人家 受到人家尊重 所以我們想說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去 一一的來完成 所以我們上游 也一一的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下游 也一一的去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自己的夥伴 也很團結 就也願意下去做 所以我覺得運氣還不錯 點線面 通通顧到 對不對 上中下游 因為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就看到一個 小時候我們讀書 怎麼看到說一根筷子 還有一把筷子 對對對 團結力量大 那你怎麼樣 把一把筷子都抓進來 就把這些厲害關係人 都一起來 一起來溝通這個觀念 對 現在你現在講的是 你當初剛剛起家 那時候 中小企業的那種狀況 但是我們都知道你現在 其實營收一直持續攀高 據說今年預估可以上看五億 超過 可能還不止 那這樣子 從做洗髮精 化妝品 這樣子起家 你怎麼樣能夠讓你的商品 創造這麼大的市場 這麼大的 這麼漂亮的營業額呢 你怎麼樣讓你的產品 你本身會說話 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綠色這個議題一直在發生 其實被重視 其實大家都在觀望 我們只是走得比較快 走得比較徹底 然後呢 臺灣的市場其實是比較小 那我們公司是一開始就想說國際化 就是說我們用國際的高度 來看我們的產品 是不是有到國際的競爭力的水準 那既然有這個 還有反過來講 我們既然有做到這個水準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嘗試外銷 所以我們這幾年 這兩三年 這三年的營業成長 很大一部分都是外銷 那我也可以跟雲峰報告一下 我們在歐洲 在中國市場 尤其在歐洲 就非常高的成長率 哪些國家 包括意大利 英國 然後包括你看 我們以前很難聽到的國家 比如說像烏克蘭 像波蘭 像丹麥這些國家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歐萊德的產品 都有MIT 對 而且英國的成長率是非常快速的 是 真的是 沒想到在中國大陸 聽說本來我們一直以為 臺灣的環保的重視程度 是領先中國大陸的 但是沒有想到你的產品 到中國大陸一樣大受歡迎 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不管在已經開發的國家 或是正在開發中的國家 你會覺得說開發中的國家 是未開發國家 好像不重視這一塊 其實不是 我們去看了 結果發現也是非常受歡迎的 因為因為我覺得在中國 他剛好也是跟他們政府的 社務計畫有關係 他們裡面有一條 就是為了推動綠色環保這件事情 可是大家都在觀望 可是他們政府就會開始做 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當初 我們公司在計畫的時候 就講說我們公司能夠做什麼 我們公司未來想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發現社會想做什麼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想到說 政府未來會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政府對這個事情一定會 一定會需要必須要有一些政策下去的話 所以我們如何跟社會或是跟政府同心協力 在綠色環保方面 在企業上面去供一點心力 但是你剛開始要取得人家的信任 你一直告訴人家 我這個是綠色的 我這是環保的 你要拿出認證來吧 所以我們公司在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你知道美容美妝產品 都需要廣告行銷 去讓取得人家信任 可是因為我們公司中小企業 你不可能跟那些非常成功的企業 我們沒有看到你砸什麼大錢 去做廣告 做行銷 沒有 可是我們就拿去做驗證 他做系統認證 系統認證是我們公司自己 我們公司自己的管理品質 要到一個水準 比如說最基本的ISO901 包括2276 ISO2276就是化妝品 優良製造規範 然後到了國際的水準 再來就是GMP 是政府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包括能源管理 包括碳足機 水素機 各種管理 你跟綠色 跟環保 跟品質有相關的認證 我們全部都拿 全部拿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產品 產品的驗證 每一個產品的驗證 然後我們就定時送 定時送 所以其實 其實國內 某些公司都是歐萊德 很好的朋友 包括SGS 他們檢驗完以後 就變我們公司最大的團購客戶 你檢驗完以後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是好還是不好 他們自己就會買 我們是就 舉這個例子 就是口碑 是 就是口碑 他們自己看到你的產品 你就你會發現 你的東西 確實有比人家優秀的地方 那所以呢 台灣人也很善良 他覺得你這個可以支持你一下 所以大家就支持 我們就一步一步上來了 對 那我們歐萊德 過去都是靠就是口碑 還認證 那第三方認證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講歐萊 講我們公司 人家不會信任你 可是他看到各種評比以後 發現你都是 你都是領先的 你都是 就這些東西你都拿到 他就藉由這個第三方認證 來認識你的價值 對 所以我們公司就有一種瘋狂 在追逐驗證跟認證 那我們的企圖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本來就是不懂這些嘛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藉由這些認證 自己來學習成長 把我們的品質管理 把我們的這些創新發展的落實 就是要達到一個被驗證的這個水準 你為了要達到那個水準 是 你努力的追求 讓產品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提升起來 對 對外顯來講是 大家用這個來看到我們的價值 對內部來講是 我們藉由這些認證來學習 然後達到這個標準 對 所以我們對外內內 都是都是有好的 這個這一段路走到現在多久了 從開始追求認證開始 我們是從二零零六年 開始走綠色發展 在二零零九年 我們做了一段發展以後 我們就開始 開始往外挑戰 就是我們開始認認證 驗證 甚至去比賽 去比賽 我們現在在現場也看到 好多你這個得獎的 你看這個是紅點 大獎 設計大獎 是 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個金牌獎 是 英國也剛剛拿了一個獎 對 英國就是 就是我們拿到企業獎 就是英國金融時報 和紮打銀行班的企業獎 那是第一次頒發給臺灣企業 真是不容易 對 這個這個目的 我 我想要講說 他不是設計這個東西 多漂亮的線條 而是說他設計的一個 就是可以讓消費者體驗 去感受 然後去改變消費者的一個企圖 那他設計的是一個美好的生態系統 那這個美好的生態系統 不是設計一個本身 產品本身而已 是他因為這個設計 而改變了上下游的關係 而且好像有一點 用你們的產品 不是改變那個頭皮以外 那個頭髮的東西 改進了頭皮以下的 腦袋裡面的很多的想法 還有就是像您自己 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這一頭這樣好像永遠在這麼多年來 走的路都看到你都是大捲髮 各式各樣的捲髮造型 這是刻意的嗎 讓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刻意的 因為我們要自己測試產品 對 我們公司自己研發部門 洗髮精洗了以後頭髮會捲 第一個捲的啦 或是保養的啦 這東西 不管只要是頭髮的東西 就我們公司的產品 第一個測試者 一定是我自己本身 因為第一個我本身就是嚴重過敏體質 第二個是我的頭髮也會有各種狀況 我頭皮有各種狀況 所以因為我也常常測試外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 我自己是測試第一關 再來就是我們公司有個二十個人的小組 是第二關 再來就是到我們設計師兩百個人小組 是第三關 所以我們從內到外 我們都測試完畢 我們才開始 你們自己做人體試驗 對 因為現在不能做動物試驗 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評審裡面 有一個種子非常特別之外 現在咖啡家也拿來做很多運用 對不對 咖啡家能夠做洗髮精 聽起來很匪夷所思 而且現在咖啡家的運用很多 好像也有很多其他企業 拿來做衣服 還是做什麼 很多其他的用途 談一談 OK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公司做一個綠建築 我們公司的所有用電 耗能 水 水資源回收 還有廢氣 任何排放的廢氣 我們都有做管理 那我們就發現 我們咖啡渣丟掉很多 我那時候跟同事講一個笑話 我也跟雲芳芳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山上 很多年輕人在山上 旁邊都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我們公司喝咖啡 還蠻大量的 是 我們講說 因為我們可能心裡需要療癒一下 在山上 那我們咖啡家使用渣就很多 那我們就那時候在整理渣 講說這個渣還能不能來用什麼 對 像我們公司的樹葉 我們會拿下來堆肥 那渣能夠做什麼東西呢 我們就 我們公司有個超零界萃取機 就是我們可以把各種農產品 萃取它的精華來研究說 是不是可以用在頭髮或皮膚上面 有些功能 我們就拿去萃 萃出來我們就發現說 哇 其實這個渣裡面 還有很多的油脂 那這個油脂是我們化妝品裡面 很重要的原料之一 對 那我們就開始用這個渣 去把它萃出來 那一公斤的渣 在萃的部分呢 大概是兩克左右 萃這個油出來 我們就開始發展我們的產品 我們就做了咖啡系列 然後渣 萃完以後呢 這個渣也沒有丟掉 這個渣就拿來做成瓶子 所以你看到這個瓶子的這個顏色 它沒有染色喔 它就是渣做出來的 它跟澱粉黏在一起 然後變成這個這個瓶子 是萃取之後再剩下來的渣 對 你看你連渣都不放過 對 這個綠色經濟 怎麼能夠不夯呢 你看咖啡渣也能夠變出黃金 變出鑽石來喔 我們稍後還要再繼續聊一聊 就是綠色經濟規模又有多大呢 碳塑機做出來 並不代表你企業是綠色的 你從原料取得 製造銷售 物流運送 消費者使用 到廢氣回收五個階段 做完這個碳塑機以後 你要從開始去找到 這個怎麼做 可以讓它降低 這個過程才是綠化的一個表現 綠色的表現